哈喽大家好,我是Ann,今天的视频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我2018年度双十一的购物清单 双十一现在已经变成我们中国女性非常重要的节日之一 但是切记,想要度过一个愉快的双十一 你不能够盲目消费 千万不能因为一个东西便宜而去买 一定要买自己需要的 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清单 80%是我已经下单的 再加上有一些我去年双十一买到 我觉得非常的实用的一些东西会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也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投币弹幕 不要忘记关注我的微博ambition 废话不多说,赶紧进入我2018年度的双十一购物清单 清单的第一部分当然是日用品 对于我来讲双十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首先第一样就是全棉时代的绵柔筋 这个不用多讲,很多很多人都会囤的一个东西 他们家这个绵柔筋真的是一年量比一年的大 有一些强制消费的这种意思吧 36包一个套餐要400多块钱 然后很多人推荐他们小包的那一种 儿童用的那一种 我觉得是尺寸太小了 我比较喜欢绿色的这个包装 比较大的这一种 我觉得洗完脸用一张是正合适的 小的那个我需要用两张 我觉得反而有些浪费 第二个是德宝的抽脂 德宝的抽脂真的比国产的很多品牌 我觉得质量要好,好非常的多 非常的厚实柔软 然后盒子的那个颜值也非常高 放到那里比较好看 他们家其实有一款性价比非常高 它是64块9一个16包的套组 但是它是塑料纸 外面是塑料纸包装的 那傲娇小姐夫她是不愿意用塑料纸包装的纸巾了 她说一定要买盒装的纸巾 用起来比较舒服 我这一款是107块钱 也是16盒 但是它只有60抽 然后我刚才推荐的那一款是有100抽 所以算下来的话肯定是64块9的那个比较划算的 然后下面两个东西是关于美白牙齿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牙齿有没有变白一些 因为我前段日子有去诊所做那个一个牙齿美白 它是冷光加上一些 反正我忘记了 反正也是牙齿美白的一种 大概价格是1600块钱 我觉得还蛮挺贵的 所以做完之后我就不想浪费这个这次的美白牙齿 我希望就是还可以维持这个白的程度 所以我买了很多美白牙齿的东西 首先是一个佳洁式的热感美白牙膏 这个牙膏非常火 去年也有超级多人推荐 但是我一直没有尝试过 是69块9会有三支正装再送三支小样 另外一个关于牙齿美白的也是佳洁式的 是一个冷光美白仪 其实去年前年已经有非常多国货的品牌 出这种牙齿的美白仪 但是我就是有点不放心吧 就一直没有买 希望它有用吧 就可以维持住我这个白度 我就已经非常开心了 牙齿美白真的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 因为拍视频啊 拍照片啊 都是需要露这个牙齿嘛 所以就是看上去牙白会比较精致一些 我觉得 每一年我都会在双十一买的就是洗衣球 据我的这个使用的经验来讲 我觉得洗衣球会比洗衣液流香能力要好一些 然后我有买两款洗衣球 一款就是比较普通的 是B浪的这款洗衣球 两盒总共有40颗 再送10颗 总共相当于有50颗 是79块9 后来我又发现了更种草的一款 也是宝洁旗下的这一款 但是是日本进口的叫做BOLD的洗衣球 它是5盒118块钱 每盒是有18颗就是相当于90颗 所以118块钱有90颗的洗衣球 其实算起来好像比保洁那个B浪的还要划算 最重要的是这一款我听大家说它的流香效果特别好 小林制药的这个内衣的洗衣液 这是我之前已经有推荐过的 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用起来非常安心 它的味道也是那种很干净的味道 不是那种香氛的味道 然后我之前买的是一瓶的那种嘛 然后一瓶我好像用了好几个月吧 然后这次是五瓶妆只要99块钱 我真的觉得可以用到天荒地老呀 日用品的最后一样 也是我这次清单里面 我觉得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产品 那就是安的玫瑰庄园的洗发套装 这次我们的洗发套装是有预售活动的 现在就可以去付定金 那么付尾款的前1000名 是可以有一个满意送一的活动 真的是相当的优惠 它的优惠价格是186块钱一套嘛 如果是满意送一抢到的话 相当于186你有4瓶东西 两瓶洗发水两瓶护发素 关于能不能抢到前1000名这个问题 已经有非常多人来问了 只要你在双11当天 一点钟开始付尾款的时候 就去付尾款 不要拖拉到第二天 我觉得都是可以抢到这个买一送一的吧 我们在策划活动的时候 也是希望大多数的人 都是可以得到这个优惠的 所以大家就是不用太紧张 大家可以去到首页看一下 今年会有很多很多的产品 都会参加到买一送一的活动 比如说非常热门的 我们的磨砂膏两款磨砂膏 然后沐浴油 护手霜身体乳 是在双11当天0点开始 限时30分钟 会有一个抢买一送一的活动 是优惠价之后再买一送一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我们的活动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 那就是简单粗暴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懂的规则 可以去问客服 他们都会把最详细的这个活动规则 发给你们 希望你们都可以抢得到 加油 然后日用类的就讲完了 下面进入我们美妆类的 美妆的东西并不是特别多 相对来讲 消耗的那个量不是特别大 首先我在兰扣家买了一个小黑瓶的眼霜 兰扣确实是我这次对比了特别多的品牌 他们的折扣力度是非常的有诚意的 大品牌大家也了解 它不会在价格上有太大的优惠 一般都是送一些小样 兰扣家今年送的东西非常的有诚意 它是送你买的那个产品的小样 像我这次的眼霜 它是15毫升的正装 但是会送15毫升的小样 相当于是买一送一的这个量吧 我觉得送小样这样子才有诚意 确实是送你需要的东西 送一些乱七八糟的真的是完全不需要 然后我买的一个是伊利斯尔的防晒 我去年有用过银管的防晒 个人非常的喜欢 那精管的是滋润度比较高一些的 我想说冬天来用 然后我记得我买的专柜的价格是260还是230几吧 然后我这一次双11买到是195块钱 还是有一个折扣力度在的 下面还是防晒 下面买的一个是戴科的防晒 戴科防晒我也是种草了很久 我买的是60颗的这一款 290块钱 我不知道它原价是多少啊 但是相比于我之前买什么蓝扣的500多的防晒 动则上了五六百的那种 我觉得290我觉得还是挺能接受的吧 然后另外一个防晒也是我做重要推荐给你们的 就是毕柔的这个防晒 那我上上个视频有推荐过 我在用的那一支是国产的版本 所以它是只有SPF30 我这次买的是日本的版本 它是有SPF50 质地是watery gel 所以是非常清爽的一个质地 我使用下来我自己总结 我觉得冬天夏天应该都是合适的 因为它不是拔干的那种类型 它只是清透 对于一个防晒你不需要它有多保湿 我觉得它只要清透好吸收 然后不会跟你的底妆打架 就是一个好防晒 它这个是两支94块钱 一支是40几块钱 我是算不清楚了 反正四舍五入就是不要钱 然后最后一个美妆类的 我买了一个慢单的眼线 也不用多说 很多人都会囤的眼线 我买的这个是两瓶装84块钱 然后下面一个part是服饰类的part 服装类的品牌 现在双11这个意识也越来越强烈的 它们也有很多的一些优惠力度 首先我买的是Mango的两件衣服 一件是红色的毛衣 原价499 双11的预售价是200 预售到手价是189 哦对 重要的不是划算 就是我确实需要喜欢这件衣服才会买 然后这件衣服大红色 也是我觉得比较好看 也很好搭配 并且也很符合今年我这个新婚的这个身份 对 然后我在Mango还买了一件拖地喇叭长裤 是纯黑色的这一款 这一款是我觉得它看上去跟我之前种草的那款Celine的裤子 特别特别的像 然后我想就买来试一下看 是179块钱 然后我还在Urban Outfit 就是买了一双Fila的老爹鞋 这个鞋子其实已经红了很久了 去年就火了很久 但我一直没有买 这次我在Urban Outfit看到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买一下 因为它的到手价是356块钱 我后来又去Fila的店里看了 他们店里动辄就是八九百的那种 这一双为什么会这么便宜 我都没有搞清楚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基础款嘛 就是那种纯白色 我买的是纯白色的 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是很在乎它是旧款还是新款 然后下面是一些睡衣啊 内衣类的 关于睡衣的话 首先要推荐的是Oysio的一件睡衣 是我去年就买过的那个小兔子的那一件 我买的是白色的 然后今年它出的是灰色的 其实我更喜欢它灰色的这个颜色 因为比较耐脏嘛 南方的冬天真的是湿冷非常的冷 然后我买的那种厚重的睡衣 还不如这一件Oysio的睡衣 因为它质地很柔软很舒服 所以在你出被窝的第一秒钟 穿上它就是一种温暖的感觉 所以我真的是超喜欢它的质地 所以很推荐给你们这一件睡衣 然后还有一个睡衣 是一个国产的品牌 我觉得他们店里的睡衣款式 比Oysio啊维米啊之类的 我觉得更好看一些 然后他们店里有非常多厚款的 加入我们的一些长款的这种睡衣 我比较种草的 比如说这件粉色的 我就觉得特别的好看 这是粉色的这种浴袍 然后像这种大红色的款式 也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这件大红色的浴袍也非常的不错 然后像这件白色的 我觉得也是那种看上去挺忧郁的一个设计 我现在暂时就还没有选定要买哪一件 因为我真的觉得它每一件都非常的好看 然后就是内衣 大家也知道我作为内裤大户肯定要跟大家推荐一些内衣的 首先就是从维米说起哈 我已经尝试过维米三四十件内裤的内裤大户来讲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话语权的 然后首先在首页你往下拉 华丽系列的这个三件258块钱呢 大家可能要去选择一下 因为有很多你看起来很好看的款式 其实穿起来的舒适度不会那么强 非常的sexy好看 我之前也有穿过这种整个露屁股的这种 穿起来是真的很好看 但是舒适度就会弱那么一些 然后我们打开到五件258块钱这里面 它上面会有一些category 就是我最推荐的是两个款式 性感半包臀和钉子裤 性感半包臀是我觉得维米的内裤里面 最适合我们亚洲女性臀型的 就是穿起来最好看的 因为我们的臀型就会比较扁塌一些 不像那种老外它都是那种蜜桃臀嘛 所以半包臀是可以很好地修饰这种扁塌的臀型 看起来会更加的丰满 那有一些钉子裤给我们亚洲女性 穿起来就真的很像相扑 但是有几个款式 我是真的很推荐给你们 大家如果找不到很多款式的话 可以直接在他们的首页去搜索内裤或者钉子裤 比如说我们搜钉子裤 前面是有两个小开口的这个款式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这个款式我就有两件 然后像这个款式我也有一件 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舒服舒适 很提倡大家对于内裤内衣这个方面 多花点心思 多花点钱 对 虽然我推荐了好几个维密的款式 但是今年我并不会买维密的款式 因为我家里还有好几件全新没有开封的维密内裤 今年我会买的是La Pella 是一个意大利的牌子 它是相比维密来讲更加的精致 比如说这个紫色的这一款 我觉得真的是 这个颜色真的是 挺好看的 它是那种全蕾丝的款式 我自己个人是不喜欢厚的那种 罩杯 所以这个全蕾丝的款式 我是真的非常的喜欢 其他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喜欢的款式 是这个白色的款式 它是在你的胸上会有一根带子 我觉得是非常的性感的一种 感觉 很法式 很意大利女生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很精致的一种感觉 其实今年像Mango Zara Mushment Duty 都是有折扣的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西班牙三大品牌 但是我觉得服饰这个品类 也确实不需要太紧张 因为马上到黑五了 很多的海淘的平台 海淘网站也会有折扣 到时候我觉得是更加合适 去购入一些服饰啊 鞋子啊之类的东西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2010年度的购物清单 当然也不是最终的版本 因为现在这里双十一还有13天 大家还是有机会去种草 然后去分析了解自己的这个清单 去完善自己的清单的 我也会照例在双十一之后 搜到所有包裹之后 给大家拍一个双十一的这个购物分享 OK啊 今天就会希望大家双十一过得开心 不要花冤枉钱 理智种草 理智消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